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大师大外加显 今天是12月18号礼拜五 礼拜五放轻松一点 今天叠8点 那还是祝你周末假期愉快 老师 昨天美股涨 今天台股为什么没涨 我也知道 你了解什么 美股跌我们不一定会跌 所以没有什么必然性 这两天央行的动作也蛮大的 因为听说我们 央行控制台币的汇率 因为尾盘都在作价 美国又在指控我们说 我们是汇率操纵国 央行也呛瞎了 那到底是呛真的还是呛假的 不知道 反正他就继续搞 你看他就继续搞 这台币嘛 台币还没收盘 尾盘又上去 那我问你 台币升值对不对 不一定嘛 你要看那个主要竞争对手的货币 是升值还贬值 对不对 升的幅度要跟韩环比 对不对 跟这些东南亚国家的货币比 那比之后呢 观众朋友 你要想清楚 人家到底是 讲真的还是讲假的 还是说他只是讲一个现象给你看 私底下的东西通通都没有讲清楚 这个你要想清楚 因为 看事情的角度 跟研究股票是一样的道理 你看了可能是表面 你看人说 老师你昨天介绍的盐通 盐通好棒棒 今天开盘一下子就拉到掌停板 很多人都看表面 对不对 那实际是什么 你没有赚到钱 你还没赚到钱 你还没赚到钱 那不是很可惜 实际是什么 讲钱很粗俗 我知道啊 直接讲钱真的很粗俗 但是你口袋没有扣扣 你大声的出来 好像没办法大声 所以我是觉得说 有时候你来想一想 你像12月也过一半 下礼拜就耶诞节 美国人等于是放耶诞 等于是再放过年 那国际股市就是 几乎就空窗期 不会大涨大跌 就是可能小盘整 那台湾这边呢 正常在上班 正常在开市 那你要怎么做 有些东西 像我昨天这样讲 有些人是批评的 好像自己觉得 自己很有道理 他们都做股神了 那你去跟他们做 我没有关系 这些网红都在炒股票 对不对 昨天我最后补上一句 是插鞋同理论 这你都懂 那为什么这些人 都来炒股票 而且都还秀交割单说 他们买了什么赚了多少钱 是不是 那我也没意见 你可以去跟他们 那我们是因为 受限于法规的关系 我们不能秀客户的交割单 我怕我秀了 你会哭出来 对不对 想要那人那贪他这一集 不是啊 你只是增加你分事技术的那种怨念 我跟你讲 贫穷啊 我从一本书上面 不知道哪边写的 他说贫穷是会世袭的 为什么 就是 爷爷那一辈穷嘛 老爸这一辈就穷 老爸这一辈穷 你这一辈也会穷 你下一辈不用看 也会穷 贫穷是会世袭的 那你要不要去想一下 为什么人家厚牙都可以世袭 那你贫穷是世袭 有时候你观念稍微转一下 我是觉得就没问题 不一定参加我会员 我是跟你讲实在的 就算我买的股票 对不对 都涨停板 也有会员不满意啊 对不对 哎呀老师 你知道股票会涨停板 你要叫我买一万张啊 那请问一下 你买一万张你能交割吗 对不对 你像我刚刚要进摄影棚的时候 一个会员 打电话complain 我也不知道他在complain什么 他说 老师我跟你讲 你为什么不叫我们买第一桶 我说第一桶 真的很不错 五块涨到22块 今天还涨停板 那你想 五块涨到22块 涨三倍嘛 对不对 涨三倍以上嘛 三倍多哦 快四倍了哦 可是你要去想哦 他涨上涨的原因是因为铜价上涨嘛 对不对 国际的铜的报价上涨 那请问一下铜价涨多少 你就知道 最近一个月涨了三成 铜价涨了三成 这档股票涨了快四倍 那你还要买吗 对啊 他这个就是炒作嘛 你要不要跟 你不跟对不对 继续涨 可是冲进去你跟了以后 就跟帽底一样嘛 老师 还好你之前都叫我们不要买帽底 你看帽底最近都不会动 对不对 嗨啊 好理家在 为什么帽底都不会动呢 因为这边有人出货嘛 对啊 刚好你们都被出货 我是老师 我要做的是这个动作 除了带你赚钱之外 还要带你避开风险耶 是吧 那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对不对 有人又在 又在那边说 呃呃呃呃呃呃 干嘛 我不是臭水扁 你比这样我又不会下台 我继续上台啊 是不是来说 你要看清楚嘛 人家在推进什么股票嘛 在什么阶段 告诉你什么样的消息嘛 这沿通 7月24号 14块 后来是怎样 后来一个月后是涨了133%嘛 对不对 拉回修正了两个多月之后 我告诉你又是起涨点21块嘛 老朋友我回来了嘛 不要多嘛 我们不要多 真的不要多 老师 怎么这么狠45% 这样还赚不到钱 昨天再买 再买一次啊 我就给你算好了嘛 今年他大概赚多少钱 第四季应该赚多少钱 对不对 11月应该单月应该获利多少 老师 9点10几分就涨停了 我有什么办法 你会员你28块不买 今天涨033块 你才问我说要不要追 我怎么会这样追 不会嘛 但是你去想 他上涨对不对 每个人都在看啊 我知道每个人都在看啊 看什么 看他的钱坡高会不会过 那今天留一根壁雷针嘛 对不对 大家都在当冲嘛 当冲很好啊 反正你有钱赚你就冲嘛 没钱赚你就自己嘴巴打两下 对不对 可是你要去看哦 其实他做的东西 有没有上涨的动力 语音控制IC 27% 影像视讯控制IC 23% 维处理器IC 22% 易经驱动IC 18% 诶 啊这四个东西 全部都缺货耶 对吧 那不然天狱在涨什么 通家在涨什么 对不对 MCU的就不要讲了 委权店他们也都有 然后再来 面板驱动IC 彭双浪昨天在讲假的就对了 所以你要去看 他这个立机下来之后 接下来他怎么发酵 对不对 短线上他可能震荡一下 我知道你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尾盘没有拉到掌停板 对不对 我知道你想当冲啊 为什么要来给你得逞 为什么要给你得逞 我送你一句话 事情不是傲人生的 这么简单啊 知道你听得懂听不懂 当然了你说老师我是 那个外省人我听不懂 诶 那你去问本省人 你把这句话录下来 说给他听 他就会告诉你 这是什么意思 所以重点是什么 会赚钱的人就是会赚钱 不会赚钱的人 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讲的 贫穷是会世袭的 不会赢就是不会赢 他的观念就是很奇怪 这跟有没有参加我会员 完全无关啊 对不对 我昨天叫会员一定要买哦 这一波又是另外一个起掌点 一定要上车 务必上车 拉上了第一段丢 之后还叫加码 跟他拼了 不要跟他客气 我跟你讲 你昨天听我话的 今天看到掌停板 你随便乱做都赚14%以上 可是到掌停板的时候就还有会员打来说 老师我昨天都没买 昨天call那么多讯息叫你一定要买 你居然还没买 那又是老师不对了 对吧 所以有些东西 我是不知道你怎么想 我讲的都是事实 我不会在电视上在那边吹嘘说什么 会员打电话给我 感谢说什么赚多少钱 我跟你讲 那个都刚好而已 你做一个老师 而且是像我们这种老资格的老师 拜托 会员打电话跟你讲说 他赚很多钱 感恩你 那是应该的 那是正常情况 我们上节目要把那种例外的讲出来 让大家好好反省一下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就发生什么事情 今天105块 这是前两天的图卡 前几天的图卡而已 有很久吗 礼拜一才买 今天才礼拜五 今天才礼拜五 老师你要秀图卡 你要秀图卡 我才证明说 你都事先找出来 我秀了你敢跟吗 你个屁 因为你没有缴钱 所以即使助理跟你讲 我们未来要做什么股票 要什么动作的时候 你也都是怀疑 因为你自己就有成见在那边 而且没有花钱 更是担心害怕 所以我觉得那都不是正道 话我就点到为止就好了 什么心态 其实观众朋友 你自己也很清楚 真的我讲实在 我做头股老师 我做16年 甚至我做过助理 对 做过老师的助理 我在这一行已经20几年 什么客户我没看过 我也都是亲自有上第一线服务客户的 所以我是告诉你 你自己要好好加油 你相信我的 你今天来找我 你不相信我的 你继续观望 没有关系 找别人更好 让你印证之后 你就会回头来找我 这个市场 有几个老师说真话 你就立刻看得很清楚 我们先进广告 再回到现场去 SPN 财经台 迈向新世代 888惊喜架 888惊喜架 大步向前走 让您金流年一路望到底 惊喜专线02 8511-3366 02-8511-3366 顶业投顾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 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业投顾 全心照顾 02-8511-3366 当您避开投资陷阱 至胜关键 顶业专专业操盘团队 为您掌握 顶业投顾 02-8511-3366 使用过的口罩不乱丢 是基本的功德性 这位小姐说的没错 最近因为疫情的影响 很多人出门都会自备口罩 用后的口罩不要乱丢 应该要像我这样 随手丢入垃圾槽 那口罩可以回收吗 用过的口罩不是资源回收物 随意丢弃口罩 可依违反废弃物欺凝法告发 除以1200到6000罚 还行政院环境保护署 关心您 欢迎您再回到现场的观众朋友 就像我上班长跟你讲的 今天晚上是美股的事务日 它的期货 各股选择权都要结算 事务日 那结算之后呢 我是认为啦 外资的操盘人大部分都放假 开始放假了 他们放不会在那边 12月25号才在那边放 不会 他们都提早放 基本上今天晚上结算完之后 他们就会留代理人或是留小弟在那边固盘 其他就经理人 主要操盘人全部都回家过年 那接下来国际市场会比较不会大变动 就是稳稳的这样子 也不会大涨大跌 那我还是要跟你这样讲 因为 今年啊 2020年 就快要结束 我指的是国立 我不知道你觉得 感觉今年怎么样 我是觉得今年是还不错 因为8500涨到14000 我相信大家都赚到钱 你有愿意做的话 你看那些网红都赚到钱了 那如果你没有 你的老板又不给你联中奖金 那你是不是要自己来 那你自己来 有没有那个本事 那如果说不愿意 不愿意就算了 我不会去什么什么 往自己脸上贴金 说什么我们很棒啊 怎么样怎么样 我棒不棒也不重要 你口袋有没有钱才是重要的 讲一句最实在话就是这样 你口袋没有钱 不要跟我讲什么什么 钱不是万人 我跟你讲 你还没有钱 还万万不能 连对你的家人 对你老婆 对你现在小孩 对你老公都不敢大声 为什么 你就没钱 所以你自己想清楚 你自己想清楚 我其他我就不跟你多讲 那加入我们的LINE 8很简单 就是你加入了以后 拿手机刷了以后 要点选右上方那个才可以看到最新的分析 不要每次老师讲就是傻傻的 然后一直在那边拢助理说 我不会用手机 你旁边都没有人 你住在喜马拉雅山上面是不是 旁边都没人 一万五季都没人 还是住在沙拉沙漠旁边都没人 叫别人跟你讲一下就好了 叫别人帮你指挥一下这样就好了 好 那记得不要去问说 哎呀你最近股票做好不好 其实也不需要这样 到处在那边 到处我走到哪边 人家就在讨论股票啊 那我就觉得很烦啊 那而且我们是那种很敏感的人 很讨厌 那我也是希望啦 比如说你在路上看到阿英老师在逛街什么 不要动不动是打个招呼完之后 就在那边问说 哎老师啊哪一支股票可以买 我没有那么low啦 你懂我意思哦 啊你也不要把自己搞得那么low啦 水准那么低啊 你不要搞得那么低啊 你难看我也难看 回忆你呢 也不对 不回忆你呢 好像又拒绝人家好意 不要为难我 工作归工作 私交我们归私交 好不好 吃个饭你 自助餐老板也在问 那到处都在问 买个菜人就卖鱼的也在问 哦 花点钱参加会员嘛 对不对 你要生活我也要生活嘛 讲这种话就够白话了吧 观众朋友你要赚钱 合理天经地义 想过好日子嘛 对不对 为家人为自己打拼嘛 OK 那我们家助理也要吃饭 那 旁边吃一个嘛 对不对 费费不贵嘛 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就算啊 对不对 我跟你讲啦 看节目乱乱买都赢啦 要是吗 有几个老师敢这样讲 老师我跟你说 昨天外资买了五六百张 你到底知道什么 你会去关心一档跌了108天的股票吗 投资朋友 你有向我高段到 可以去看到一档股票跌了108天 进入转折我下去买 你有这种功利吗 而且买了以后还会涨 而且还不是涨一点 是涨二十几趴 你有没有 所以我可以做你的老师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做你的老师嘛 我可以引导你在股票市场的投资策略 是不是跟你说 我会去找跌了108天进入转折点 买了刚好上来的股票 我不会去给你推荐这个 涨了七八倍了 还在天上 还在身边 恭喜哦 我们什么科长停板 哇老师啊 怎么这样 15% 一天就让你15% 礼拜一万一开低压低打跌停 你可能就是追缴了 准备追缴了 准备追缴了 追错价位了准备追缴了 就这样 怎么会没有风险 你觉得那些网红会跟你写说他哪一支赔多少钱吗 不会嘛 对不对 今天买光联啊 这档股票是看好了 你怎么看不重要 反正就是 基本上第一个股本他也不大 10亿而已 那整个阶段从这边拉伸上来的话 外资是越买越多啦 我不知道你看得懂看不懂啊 这是外资买越多啦 那股价是有压回给你上哦 不是不是整天给你喷出喷涨淋满给你买 是有压回给你上 你要看一下他的业绩有没有问题吗 对他做小时春面板嘛 对不对 业绩没有问题的话 那你就要注意了 不是等股票上去 然后看到哦 他的毛利率获利率都不错 然后才来买 事实上也不是这样 对不对 你股票真的低了你敢买 低了敢买 我觉得你就是赚钱 赚多赚少我不敢说啦 每次都是也有运气嘛 运气成分也很重啊 对不对 有时候你运气好的时候 买下去 哎呀啊 怎么买的每天天停板 每天这样 对不对 也是有啊 要买的 滴滴普通工那你就要知道说 有时候要收手 要认输一下 认输一下 先退场看看嘛 认输一下看看 那为什么做错了嘛 对不对 然后修正一下自己的策略 不是让自己更胆小或是说更怕事 而是说把这个失败的经验啊 记录下来 那你之后尽量不要失败嘛 做股票一定是这样啊 对不对 这个到底不用我教你啦 你就是看你怎么做 然后时时刻刻去做调整 你不会调整也没关系啦 你像我昨天也跟你讲台办啊 我说你这高档做震荡 二级体未来会涨价 法人一路买嘛 对不对 我说压回我会买嘛 压回我觉得你就要找买点 压回啊 今天压回啊 我这有事先跟你讲我要买嘛 压回啊压回买啊 这昨天图卡12月17号 今天12月18号 压回我到尾盘才买啊 我就是等你压回啊 我并不是等你说 噴出去了重心高了 我们赶快来买 哦波段起涨 不是哦 你要看清楚 压回买 我如果买的比法人的成本还低 那我就不用怕嘛 对不对 昨天也看节目嘛 那事先 事先有事先预告 那你自己要很清楚 会员都可以作证 我们就有买 那要不要买 那也在于你们 你不能事后涨上去 怪说其他会员都大赚了 没那个道理 那对你大赚 我们下周见 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大赚